嗨,我是来自英国领先的无咖啡因咖啡品牌decadentdecoff.com的Emma 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什么是无咖啡因咖啡以及如何生产无咖啡因咖啡? 有四种主要的脱咖啡因方法如下 1.瑞士水工艺 2.二氧化碳过程 3.二氯甲烷工艺 4.乙酸移植工艺 让我们分别讨论这些脱咖啡因过程 1.瑞士水工艺经过认证 99.9%不含咖啡因 仅使用水去除咖啡豆中的咖啡因 瑞士水工艺于1980年代在瑞士开发 是一种不含化学物质的工艺 将生、生、咖啡豆进入水中 使用饱和咖啡成分的水提取咖啡因 从而减少脱咖啡因过程中咖啡油和香料的提取 这意味着提取了咖啡因 但没有提取味道 这个蒸制过程需要8到10个小时 包括将脱咖啡因批次转移到各种蒸汽域中 2.CO2方法 由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Kurt Zozio博士开发 用科学术语来说 二氧化碳过程被称为超灵界流体萃取 基本上 这个过程从将豆子进入二氧化碳与苏打水中相同的气体 中大约10小时开始 该过程有时被称为苏打水无咖啡因过程 彻底浸泡后 将含有溶解咖啡因的加压CO2从枪式中取出 枪式恢复至大气压 使CO2蒸发 这允许使用木炭过滤器去除咖啡因 3.二氯甲烷溶剂拖咖啡因 是老式咖啡拖咖啡因的方法 它仍然是全球绝大多数咖啡拖咖啡因的方式 当您喝拖咖啡因的速溶咖啡时 几乎肯定会使用二氯甲烷溶剂工艺去除咖啡因 同样 如果包装上没有提及烘焙咖啡是如何拖咖啡因的 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是二氯甲烷 二氯甲烷是一种无色液体化学溶剂 具有微甜的香气 费点为104华氏度 它是一种化学溶剂 具有多种用途 包括拖漆剂和发胶 首先 用蒸汽处理咖啡豆 已将咖啡因从内部咖啡豆吸到咖啡豆的外表面区域 然后 将二氯甲烷直接涂在豆子上 以去除咖啡因 然后再次对咖啡豆施加蒸汽 以去除残留溶剂 最后 豆子被干燥和烘烤 从而去除化学溶剂的任何进一步残留物 四 乙酸移植无咖啡因使用油甘蔗制成的天然溶剂 因此通常被称为甘蔗无咖啡因咖啡 但是 根据各种科学资料 由于收集天然乙酸移植的成本 用于拖咖啡因的化学物质通常实际上是合成的 这个过程从绿豆浸泡在水中开始 然后蒸熟以扩大豆子的细胞 然后 将青豆浸泡在乙酸移植溶液中并洗涤 从而吸引并去除咖啡因 在乙酸移植洗涤之后 咖啡随后被冲洗 干燥并包装以便运输